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先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通常首阳当中如果是有预警纹的人 预警纹跟颈子纹有些区别 预警纹你看是它由太阳线以及财运线和事业线和生命线相互交错 形成这种覆盖整个掌面的大的颈子纹 这个叫预警纹,事业运势很强劲 步步高升绝非池中之我,亦非冲天指日可待 这个首相当中预警纹的人是百年难得语义 是非常难得的一种首相特点 学习的时候就是天资骄子 颇有这种艺术,包括这个才华横溢 工作之后由于起点比较高 也是能够飞黄腾达,必定成是富贵之人 包括他整个生命线双开是非常的旺盛 智慧线清洗深长,这个也没有严重的下垂 你看好的智慧线就是这样的 好的智慧线就是这么又带点轻约的弧度 那么差的智慧线往往见到有人就是严重的急转直向 这就容易过多的思考,多思多虑 所以说这个看首相就是从这个主线的特点走向 包括他的一些纹理 我们看这个大拇指中间的位置形成 这个眼睛的纹路 这个是一种凤眼门 凤眼门,左手凤眼门必定成大领导 这个掌权不小 掌权不小 而且右手凤眼的人毕竟是商界精英 这个捞钱挣钱 捞金挣钱是一把好手 这个是从权和财两个方面来看左右手的这个凤眼门 小指过三观 俗话说是小指过三观不愁吃喝专 小指如果是超过无名指的最上面那个关节 天生就是富贵之命 中年后必发财 并且子女也是很有出息 后福无穷 注定是一个清闲享福之命 这是我们习惯的 传统的 以前讲的比较多的这种首相特点 凤眼门,小指过三观 以及预警文 好了,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